對,我讀得輸少,沒有你那麼有料,但代表無權發表 怒爆一周時時,真正幫港出聲,幫你出氣 東平洲主持,阿東,林康正 習總見梁振英,透露了風聲,疾風之勁草 這件事到底是否習近平沒理由那麼蠢,照計知道你這樣做 你一直撐這隻廢狼,一定是跟港人為敵 這樣只會將很多香港人推離中央更加遙遠 對中國的信任更加破產 所以我就想不明白這一步 所以很多人說梁振英還有機會做到2017 這是我拒絕相信的,而梁振英究竟會不會做足任期 其實我也有點懷疑 我覺得絕對是不可能的,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你沒有辦法推到東西的,除非你硬推 但時間兩年很長的,不要想 無論他講什麼,一個破產的人 所有東西已經破了產的人 你想想想,怎麼可能是梁振英 所以用最骯髒的方法,最老套的方法去做 現在完全是指鹿為馬的 大家要知道,這是完全是指鹿為馬的一個時代 很簡單 前天我跟家人有一些香港本地遊 是一些商會來的,在商會搞的 無緣無故,我為了跟小孩去遊船河 我不管他們的商會搞什麼 誰知道是商會秘書長 那都是世伯來的 不是世伯,他不是很老,五十多歲 認識了很久,他就突然走來跟我說 怎樣,是不是有佔中 我以為他寸咎我,我也沒有人理會他 我正在煲煙在船頭,我已經餓餓了 但他竟然跟我說 不是,他是黃絲打,他支持佔中 他說沒有理由,他的點子很簡單 他都跟大陸做生意很多年輕 他就說,因為首先 那個商會被中聯辦邀請 叫他登報紙,說反佔中 這個秘書長,我真的很敬重他 我到今天對著鏡頭都這樣說 我很敬重他 他就真的作為一個秘書長 他是不是會長,秘書長 那些中共就很暗糕 看到你秘書長,就以為你是渣奇那個 因為他只是看自己的名字 他不知道會長,但是那個秘書長 他這個秘書長就攔住了這件事 那個點子挺好的,他就碎會長 會長說,可以了,照頭吧 照下吧,當然是反佔中 當然是反的 然後他說,不是 但其實我們商會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可能有些人,可能是有些人佔中 那你無謂為了一個電話 而搞到我們自己的商會內部矛盾 這個點子很厲害 這個果然是銷售中的老銷售 那不就不要做了 對,又對,那就免得麻煩 好像香港很多那些 其實商界最討厭就是麻煩 但是講到底這位秘書長 他說的一件事就令到我很感動 他就說,其實是是非黑白 這件事 是是與非,黑與白,這麼簡單 不要說什麼原因 什麼佔領,阻你吃飯,生活 這樣是是與非 警察是不是可以濫用私刑 打人是犯法的 你又跟著說,你們夠犯法 這些完全是小學雞式的一個狡辯 所以我見到所謂疾風之勁 我聽到,我又覺得這段說話 可能是比國內的人輕 你看一下,梁振英支持度 是30多40 30多,現在40 但是你支持反佔中的人 反梁振英的人 有些人都反佔中 你就知道那個分別在哪裏 我剛才也想說 我有些叔叔 有錢到直升 都說不到 你會期望他這些 當然是反佔中 在上流社會 但譬如我剛剛跟他吃個午餐 在週末的時候 他們說都是 你的CY不行 這次運動 真的會說這些話 真的會說這些話 真的 你學生哥 有時候真的要給他們一些Credit 是會說這些 到這樣他們已經是超級建制的了 超級建制的了 就是那些幾十億身家 那些住淺水灣心 明白的 那些既得利益者 超級既得利益者 他們都會這樣說 老實說,你說他是不是很有心爭取民主 那當然不是 但是呢 除了幾樣事情 除了他增量振英 這個肯定的 除了他 除了他 有時候會被 譬如學生 因為這次中一個學生頂導運動 會有感動 也除了他 真的很不妥 藍絲帶那邊 很不妥 有些人都會覺得很不妥 你不是每個人都走出來說七合五二的 打人 催淚打人 很多人都覺得很不妥 你把那些人打到頭破去 就算你是一個建制的人 你不喜歡塞車 多半個小時的人 你都會覺得很不妥 即你不會打到人家爆肝 這些根本是壞事 所以這些人是很多的 亦都因此 令到為什麼這個黃絲帶運動 雨傘運動 是可以這樣堅持下去 而且有一個心願的影響 就是其實連這班人 他們心底裏都動搖 即他不肯定不會主動地走出來七一遊行 更加不會跟你出來去佔領 去爭取民主公民提名 不 但是他們的心已經向了另外一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真的起碼梁振英 是不可能做得下去的 因為這班人都是堅決反對的 所以正如你也說了 長遠真的這個運動所帶來的改變 是深遠的 是深遠的 深遠的 因為為什麼呢 有一件事就是我昨天在發生台 都做過做嘉賓 都問到就是譬如選舉 先講講選舉 會對於明天選舉 或者下次的立法會選舉 直選會會怎樣呢 有些人說激進派是不是大勝 我覺得會有些進帳 但是還是看選舉 我說得很清楚 但是有一件事肯定的 我覺得 真是一個很清楚的trend 就是 上一代的人 有一部分 雖然有一代人很堅持 董建華那些基金 平均歲數70歲 但是已經有一批上一代的人 覺得真的 都是應該要交給下一代 就是應該要由他們去帶來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清楚的 而肯這樣想那些人 就算他未必 他表面身份好像商會 有錢人 建制派 上流社會 但是他心裏面 都已經是 接受了 甚至屈服了 世界已經不同 我覺得這個是關鍵 這個也是非常之關鍵 所以你說 我經常講過 無數次 這個 疾風之敬草 這句話都挺好笑的 你明白嗎 如果你吹一下他 其實挺好笑 梁振英 你這些 草利者 只不過有堆草裡面 你比較堅挺的那堆草 那另一方面 其實疾風之敬草 香港人才是疾風之敬草 現在就是疾風 香港人才是疾風之敬草 現在我們 這些萬條草 千條草 就是要站起來 抵抗這個疾風 反而反過來 我們應該是這樣去相信 當然習總就不是說我們 但是我們就更加要知道自己 現在你說得對 就是疾風之敬草 就是要站起來 還有你 剛才劉翁 有一個項目是挺好的 現在問題是 知道 建制派 就算建制派好 既得利益者好 其實整個社會 是經過這一場雨傘運動 有一個深層次的改變 的想法 無論老爺也好 欺的更欺 欺的只是欺 欺中之欺是沒有東西代替的 亦都露了相 就是很簡單 你這個人的心底是正 還是邪 你就會出來 就好像 我都說了 甚至我弟弟 他都說 兩人給你收了錢 第一你無知 第二你連正邪都不分 他還會稱自己是既得利益者 我這些既得利益者 凡是說自己是既得利益者 而你敢自私去做的 告訴你 你這些 就是天誅地滅 就是你這些人 你自己有命響 你要知道沒有一個社會給你 你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你在哪裡賺的錢 如果社會健康 你才能找到既得利益 如果將來社會 陷入家產的社會 你從哪裡可以成為既得利益 連你本身的都拿走 就好像當年解放的時候 有很多有錢人 可能都說共產黨可能好 大家 大家 跟著 第一個就清算你 你就吵架了 是不是 跟著 當你農民就好 當你農民的時候 農民就是吵架了 整件事根本 你只能夠吵架了 你不會有好日子過 你沒有一個好的制度 沒有一個好的社會組成 沒有一個 你現在不堅守 這個價值 你什麼價值都沒有的時候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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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你這樣說 我相信是商界 上次都會覺得 我這些都記得利益石 我真的很想跟你說 你真的 甚至是很生氣 反而很生氣 例如李嘉誠那種級數的有錢人 他真的 始終對共產黨 是很戒心的 老實說 雖然就是撤資 老實說 你這些叫做普通的有錢人 不是頂級的有錢人 大哥 你現在看到不看到嗎 如果共產黨 現在是用什麼 用紅色資本來 在香港想代替你這一幫人 沒錯 就是 我想說 我當你了 我都不要管你的心底了 我當我是這樣 我是禁忍自私的 總之我是有利益者 你不知道要怎樣 我想告訴你 真的 你那些既得利益 有沒有十年貨幣 我也不肯 熬不熬過十年 我真的很想勸他們 如果有機會 你想清楚 你那些既得利益 是不是真的有利益 大哥 人家的紅色資本 都落下來 掃了你的牆 到時你有沒有飯吃 沒有 不要說我們普通的平民百姓 不要說那些 有一兩三個億 就好 二十萬二十五 很簡單 那些馬會馬主商那些 那些 那些 大廳那些 你不要以為 你 馬主商 你不要以為 你那三幾億 我就是記得你 一會兒告訴你 到時是怎樣的世界 四大家族都全家產 將來那些樓 不是新鴻基建的 不是長實建的 地不是他們的 不是他們的 不要說地權 就算是發展商 我講發展商 就會是大陸的建設商 就是來搶你那碗飯吃 大陸的銀行 就是來 完全逐間來取代你 那你是做什麼生意的 可能你做建材很厲害的 你做建材很大 無論如何 大陸原來又不知做什麼政策 大陸的建材 可以在香港開公司 那你就 安威海螺 就做了你的事 沒事的 電力現在正在開始 電力 已經 你還不兩電聯網 你還在各自為政 很好 然後他開放的電權 你就全家產 我真的 我是不明白的 我真的 有時候 我都不理 正常你說的 心底很不好 你真的 你有沒有想清楚 你自己是沒有 你看清楚 五年十年 下路 你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你想清楚 你在香港發佈 可以 老實說 我當你厲害 我當你不是靠負陰 不是很幸運 不是靠負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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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都是因為有一個制度 沒有說錯 你明明看到這個制度 已經向那邊傾斜 以前我當你是向有錢老傾斜 港英好 甚至初六七年 是董建華曾鑫權好 這個傾斜已經很明顯變了 不是那邊 他是不是向我們貧府大眾傾斜 但是他也不是向你傾斜 他要令到我們的制度崩潰 現在 他要向那些大陸的资本,紅色资本傾斜,你現在捉住就看不到,所以我慘的,我覺得他很低能,所以我告訴大家,我真的告訴大家,你做生意厲害,是不是一切的,你賺錢能力厲害,並不肯是代表你的人很厲害,什麼東西都厲害,一天是公平的,你做生意厲害,不代表你的人真是聰明的,有時候你幸運而已, 有時候你是時來運,你幸運,你做生意,賺錢,你有財華,不代表你的人懂得看什麼叫政治,有這個軟見眼光,不代表你賺得多錢就說,絕對不代表你是好人,不代表你是一個厲害的人,甚至不代表你是好人,不要說未來一百年,不代表你是聰明的,未來十年,未來十年你都未必會繼續賺錢,老實說,賺到錢真是好看命的,可能你家裡,你爸爸那一代,剛剛走爛了來香港, 老實說,這個陳冠宗經常說,真的,你走爛了來香港,剛剛被你罰到大陸賺錢而已,你想想有多少人留在大陸,都不講過賺錢,有些人去了南洋 有些人去了南洋,本來去了南洋,然後歸國,做僑民,那些還要經歷民教 那又是賺不到那麼多錢,去南洋,因為可能給馬拉人去排擠,印度人排擠,一樣而已,而那些是什麼呢,可能是你百年一念之間的決定 那這些不是幸運,不是幸運嗎?老實說,就算你自己做生意都知道,你做生意很多人都是一念之差,他一定是做這行,做那一行,買這批貨,買那批貨 說真的,真是很多東西,很多都是傻傻交回來的,好了,我現在都不是說,算了,我當你傻傻交以前那些苦惱,我當你是你厲害 我現在有些人不告訴你,你這個厲害,將來是厲害不出樣子的,是會被人家親吻了他 你都不忍心,還要覺得自己有多厲害,這樣說真的,到時如果真的你生意很糟糕,或者因為政策的問題,我就不再益你本地的商家了 是大陸的說是,到時你很糟糕,就真的沒有人可憐 拍手,我們作為普通人,我拍攀手掌 很理會你這些真正的,這些我不知道,不是真正的 最大的送點是,這次一場運動都看到一些事情,很多人就覺得自己做生意很厲害 賺了兩個臭錢,就覺得自己很厲害,什麼都給你,世事都給你看頭 很痛 你想的東西就是適合了,我告訴你一定不適合,這個世界哪是你這樣想 不過無論如何,你賺到錢,你很幸運,你很厲害而已 但是社會並不是,有錢就是一齊,錢就等於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但是問題是,現在梁振興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要將大陸這一套,錢就是硬道理的東西,搬來香港 而這件事是無助香港發展,無助我們永續生存,永續號 所以這件事也是很麻煩的,不過我們不要說那麼多經濟 說回來,難得留翁上來還有一點時間 你怎麼看將來的選舉呢,我先說了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因為你剛才也說了一點點 我覺得未來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不要說區議會,不要計算它 2016年我覺得是所有的泛民,所有的政黨都是仆街陷家產 包括所謂激進派,都是仆街產的,所以我告訴你 包括人民力量,包括社民連 社民連長毛的當作,他還在做的 如假如他選,我猜他未必選 那他未必選,選到他也不難 選到和拿到多少票,是一個不同的原因 現在問題就是說,年輕那輩選民 至少可能包括我,我不會再看牌頭的 我不會再看你什麼公司,以前不是的 以前可能是看你牌頭,公民黨什麼什麼,民主黨什麼 現在反過來,現在是你越有牌頭,就越撲卡不卡慘 即是越死,你反而那些名不經存 但又有些印象以你,反而是獨立的 你是選個人的 即是你是,這樣反而還可以 你自己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有不少人這樣看 我又覺得這個是太過sway by 佔領 尤其是比較 vocal,即是比較出聲 比較多的人的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真是數人頭的 其實你投票,即選民的人數 即選民的結構 其實年輕人的選民人數,始終是少少部分 他們升了很多 是,但是很多人新加入,這個是真的 新登記 但是那個項目還沒去到,會令到平衡 所以千萬不要在選舉那裡 這個我真的這樣說,真的很忠心 即是不要把年輕一代的看法 放大到整個選民的結構 即是選舉,我自己參與過 即是覺得,都比較緩慢的 即是那個轉變 但這次肯定是改變 我覺得2012都已經很大的改變了 今次是會再有一個大的距離 但去到呢 好了,回到你剛才說 所以我又不會覺得 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 譬如你所說的情緒 但是呢 我覺得排頭 開始失去那個光環 絕對是 這個我覺得是 這個我覺得是 他雖然未完全 我又不會覺得你說得那麼厲害 還會阻礙著 但是呢 又不一定 即是排頭 譬如民主黨呢 都還是排頭 這個排頭已經越來越少 但是 我不覺得啊 民主黨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劉翁,暫聯你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就算不是年輕一輩 有些支持民主的人 今次都醒了很多 因為你看到的嘛 泛民做了什麼呢 在正常運動裡面 你不要說女應我合 別人不聽你說的 別人不尊重你 你都是傻眼膠的 即是你做了一些阿叔 即是那些 阻礙著的大叔 喂 選民的眼睛 你都要記住它是雪亮的 即是有些 即是有些 即是上年四五十歲 即是七八十歲 但是選民的眼睛 又不是雪亮 我不知道 可能我自己曾遇過 是 是 肯定的 trend 是這樣 這個是這樣 這個肯定是 但是呢 我同意一點就是 我會覺得牌頭 是會比起以前 是大幅度 少了它的影響力 但是完全沒有 又未至於 譬如幾件事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我覺得民主黨和公民黨 我覺得公民黨更嚴重一點 因為公民黨其實 有一個湯家驊 第一 第二 公民黨其實一向 很依靠它 所謂的 那個形象 那這次 因為 像你所說的 那個牌頭 或者政黨的角色太少 那些人都開始 你真的沒什麼用 那反而 他們會損失多 民主黨 就算是多不喜歡它 都好 它始終有地區勢力 這個是真的 那這個呢 始終那些都是一些 民主建制派 是的 所以我回答我 另一點就是 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 那個 以前的牌頭 是好多 去獲勝 下次呢 我沒有你這麼極端 覺得完全是一個負擔 但我起碼會說 牌頭 已經是 不足夠 去獲勝 你最下一次是什麼 其實下次 我的看法就是 Candidate 是 Matters Really Matters 即是 誰 誰 即是黃碧雲 胡志偉 以前只靠民主黨的牌頭 或者是 你 公民黨 陳家樂 靠公民黨的牌頭 就可以贏到一個位 我覺得下次就不行 完全不行 就是那個人 你是什麼 一定選不到 我不肯定 但是人家就看著你這個 Candidate Candidate 是很決定的 我會覺得陳家樂 的勝算是高於陳淑莊 不知道為什麼 你明白嗎 你可能在前提 你明白嗎 我覺得 老實說 如果很細緻地說 上次 如果他們分兩對非 都可以兩個贏 我可以肯定 下次 香港島 公民黨 怎樣分都好 都只可以贏到一隻 沒錯 如果你問我一個判斷 這個我很有信心 麻煩陳家樂 和陳淑莊 我會估計 如果你下次立法會選 一定會散到 所以就算 不會跟你有什麼協調 你要知道 那四成的貼票是不會動的 民建聯 建制的貼票 基本上不會因為任何而影響 但問題就是說 這60%的選票 是超級大洗牌之餘 亦都鄭重了阿爺的想法 他最好你這樣 一盆山沙 他們就最容易 因為去到這個時候 總之 下一次 我覺得是 我也是這樣 即選名 不是選黨名 如果你問我有一個trend 你覺得排頭是婦女 我就覺得 排頭的影響力會大幅減少 但如果你問我 如果真的有一個trend 我覺得 你老是一個婦女 年紀是一個婦女 不是年齡 你太久 你五十幾歲 總之現實 你見過的名字 大部分是必死的 如果你看到的名字 如果你問我 有一個trend 我就覺得 這個是一個trend 你太久 你就想緩 最好有點不懂的 我真的覺得 沒有那麼熟 有一點印象 例如歐樂軒 高票當選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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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就算 我就是民主黨 還有一點點 羅健熙 但我見到兄姐 我真的無法投入 拜拜 你見到胡志偉 都是趕一下 看到那個年輕人 他就會覺得 就看看那個年輕人的 所以我昨天也是這樣說 我覺得 下次來講 尼聖體是你的婦女 我反而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精準的 所以這件事 也很想看到 很想快點看到 我想看看 我真的很想看看 他們怎樣死 所以 那些老名 舊名 必定死的 不要打算再選 那些舊人 如果是民主派的話 其實還有一點 除了佔領行動 是重要之外 我覺得 很多不合作的運動 你要怎麼看 不合作運動 最近有朋友 就成立了一個 抗稅群組 就開始組織起來 就玩一些 其實大家都 想了很久 還玩不玩 有沒有效果 好像沒有效果 搞到一些 前線稅高人員 等等 但不是 現在我們來到 這個2014年的時代 最重要的是 不要慢 先做了 一些事情先走了 可能行 不行就算 不要緊 所以大家 現在有一群人 就開始了一個 不合作 超合作 超合作 抗稅行動 暫時群了少些人 希望大家多些網友 能夠加 支持一下我朋友 大家始終都是一些 抗爭的運動 你又怎樣看 不合作運動 行不行 我想過一件事 我跟朋友吃飯 我覺得 我同意你那句 就是先做一件事 先做一件事 我想過一招 很大獨 那你做什麼 就要吸收 霸祖國 霸國貨 很多人說 成年人 一定會說 哪裏霸到 你的手機 又是大陸組 可以霸的就霸 例如 你去買波霞 你這樣 這些 likey 是哪裏做的 你明白嗎 我不肯定的成效 但是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時 在香港的歷史上 這些不合作運動 可以有機會做到的話 就是現在 真的 試 霸國貨不行的 霸國泡 就是國資 霸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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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稅 分開68.9交 不知多少錢 霸國資 你說搞到稅子 是這樣的 sorry 這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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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就是要跟政府作對 如果稅局的公務員覺得生氣 那你問一下老闆 現在 所以 很多人 有一批人 很關心 就是 有一批人在中間 本來 六四比 民心 五十四 你再搞這些 令中間的人 轉了過去 那 那你便沒有了支持 我就覺得 我就不看了 我覺得現在去到 就是要 堅定那幫人 我不是說激烈 我不覺得很激烈 堅定那幫人 只要夠堅定 我有三成 三成半 就狠到你慘 我覺得 現在是要去 就是不要再計那些婆娜數 我究竟六成變成五十五 五十五變成五十 大佬 那幫人 就是在五十五、六十那幫人 不會幫你再爭取到什麼的了 所以不用想 你是要靠這邊的人 堅定地做些事 靠年齡 我覺得什麼都是 有創意的人 就是你們這些 有想辦法 你的想辦法 什麼都拋出來 等人去做 好像不要再為了一些無謂的事情 又傷和氣 大台事件 我本來 本來今天的嘉賓 不要介意 我就找陳小平上來 陳小平是我的朋友 因為之前他都是學聯 是的 他是你那時候 是老鬼 他是我的家 都是我的時代的人 我看到他很慘 大家互相又說這樣 又說這樣 其實是一場誤會 我覺得 大家不如兩方面都好 放下一些敵對的思維 首先 你不要說行為 先放棄思維 你想想你互相敵對 現在這個運動 你又說 沒有大台 沒有領導 沒有什麼 那是什麼 靠它是個人意志 你自己覺得不強的 你就出聲 強的就沒事 互相敵對 互相敵對 如果他在大台做些什麼 你不走的 你就不去 是嗎 你去你就去 不要說 因為他是 大家不要再有什麼 門戶遮鏡 他是 熱狗 他是人力 那些事情是傻的 不要再想 最後 問問你 一句 你覺得 未來運動怎麼發展 你自己看 你純粹自己的領導 你自己覺得 運動怎麼發展 對一個佔領 自然 發展 自然 OK Let it run this course 我覺得 這一個 至今是最正確的 沒錯 沒錯 就讓這件事發展 哎呀 差點 我不是播放 那些B 好了 今天東平洲的時間 差不多了 很多謝 劉洋第一次 給了柱南 給了柱 低族 低族就是來東平洲 當然給我 反正你都是給別人的 當然是給我 當然是給你 好了 最後一首歌就是 Pink Floyd的 Nobody Home 下個禮拜見 拜拜 西里里有多高貴 說低族 我們清低 西里里有多高貴 說低族 我們厲害 有利無利 做你自己 低族頻道 我低族 但我舒服 謝謝 你 好 謝謝 感谢观看